大家好,我是斯坦 今天想跟大家討論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國際詐騙的案件跟手法層出不窮 一般網友比較容易遇到的或是常見的詐騙手法 通常都是先以郊遊為名義 先取得對方信任之後 再借顧遇到問題要求對方付款 斯坦最近遇到一個台灣網友求助 後來這位台灣朋友也很激情地揭穿了這個跨國的詐騙 經過討論之後,決定將這個很寶貴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那麼這邊我先概述一下當時這個事件的始末 關於那個詐騙集團,這位朋友是這樣描述的 他是在一個郊遊的軟體上認識了一個自稱來自波蘭的男生 兩個人小聊了一下,就決定護駕對方的通訊軟體 大約聊了三天左右 也看過對方的視訊後 那位來自波蘭的男生也說了 他已經跟公司請好假了,要來台灣去看他 那這位台灣朋友當時也嚇了一跳 覺得怎麼那麼快就先要飛過來相見呢? 由於不了解國情跟民族性,當時也不好多說什麼 再加上也沒有任何其他認識的波蘭朋友 他就安慰自己說 也許是因為西方人嘛,就是可能那個行動力很強啊 也就沒有想太多了 沒想到那位波蘭男子 但是隨後說他到土耳其機場準備轉機的時候 居然被土耳其機場的警察逮捕了 原因呢,就是他說是因為他攜帶超過額度的美金 事情發生後呢,這位台灣朋友也到處去詢問 協助這位波蘭男生的方式 另外一方面也詢問他的朋友的一些意見 那也剛好就是與我聯繫上了 本來那位網友可能是基於語言的因素 也想請我幫他與波蘭駐台灣的大使館聯繫 但是斯坦建議他應該是要請那位波蘭男生 與波蘭駐土耳其的大使館聯繫的 因為駐台灣的波蘭辦事處 可能也無法針對土耳其境內的機場 有任何的直接的功能 而且過程中這些土耳其的警方 居然只是用LINE發訊息一來一往的通訊 該朋友有將對話內容傳給我 對話中那些所謂的警方 使用的英文文法既不正確也沒禮貌 還一直提到要支付費用才能將人放行啊! 雖然斯坦也聽聞某些國家可能會有海關故意找麻煩所會的事件 但是一般來說都是當著旅行者的面 在小房間陷進所會 所以整起事件就是非常的怪異 但是為了一放萬一 斯坦還是有請這位台灣朋友向這名男子索取 他在波蘭的家人或朋友等一些可以信任的人的電話 或其他的聯絡方式 最下策就是請這位台灣朋友 打電話當國際電話給駐土耳其的波蘭大使館 把這個人的情況跟他家裡的電話 跟一些資料直接提供給當地的波蘭大使館 請他們代為關心這位男子的狀況 於是在整合各方的意見後 這位台灣朋友也認為這是成詐騙 所以隔天早上 這位台灣朋友覺得 在無即可思的情況下 就想說 那就這樣吧 大不了就是被送回波蘭而已 於是在早上9點多時 傳了訊息給這位波蘭男生後 一直到這位台灣朋友下班時 那個男子只回了一句 Please my love help me 然後過不久他發現那個人就換了大頭貼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一個人 然後這位台灣朋友就是跑去那個交友軟體查看 發現照片也變成了不同的一個人 賬號也上線了 所以也不需要糾正什麼 就是一場詐騙 所以今天的斯坦為大家總結一下 遇到類似這種情況 該要怎麼面對 第一 親自沒有見過面的人 千萬不要匯款 先 停 看 停 停下來離心思考 看看這個人的行為 多觀察 聽聽他人的意見 第二 如果是自稱說在國外遇到問題的朋友 第一個要告訴他的 可以聯絡在當地的他國家的一個代表的機構 比如說大使館或辦事處等 第三 如果他不知道怎麼聯絡 可以告訴他 可以在網路上查看大使館的緊急聯絡電話 第四 一般來說警察 海關 任何的公務員 都不太可能隨便用通訊軟體跟第三方溝通 第五 那如果這位朋友 你已經認識很久了 但是他卻透過一個通訊軟體跟你要求協助 要你付款 有可能 有可能他的通訊軟體 他的帳號被破解 所以這種時候 我建議直接播他的個人電話 跟他確認他是不是真的需要協助的 第六 那如果你今天跟這位朋友沒有很熟悉 也要合理的懷疑 為什麼他今天沒有跟他的家人 或者其他的親朋好友聯繫 為什麼他找你啊 希望今天的案例分享 可以幫助更多的遇到類似這種情況 而不知所措的朋友們 另外 如果各位朋友們有遇過或聽過 類似這種跨國詐騙的故事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的地方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訂閱跟留言喔!